我知道做错了 做错了 这种事是一次两次了吗 多少次了 你在这男嘉宾 你先拉个扯扯的 他手都搭着你腰上 你知道吗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你能不能别再演了 能不能别演了 别逢场作戏好不好 我到底演什么 难道我在你面前就是演戏吗 之前你嘴里面发生的什么 跟别人拍照啊 这些所有你不能忍受的事情 他通过这种哄的方式 都把他哄过去的时候 对 我之前都是跟他好好去说 那为什么这次就哄过去了呢 就是有一个姓陈的一个顾客 就我知道他哥哥嘛 他说了他认干戈的时候 你在边上 对 我是不想拨他面子 但是那天的事 你让他自己好好说一遍 那天你到底干嘛去 你愿不愿自己说 我让你说一遍 我现在不想跟你生气 我现在不想跟你生气 我想好好跟你说 你说吧 你自己说吧 他刚说了一遍 你说吧 那天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今天晚上车坏了 回不来 其实我当时我已经特别生气 你生气你说不出来 我肯定想往上把赶过来的 听他说完 还有呢 然后几年之后 我刚要嘱咐他上去 我说你少喝点别喝多了 因为他胃口就是特别的不好 然后我刚要挂电话 然后他这边就已经跑去 跟电话没有挂断 然后我就听那边说 一个来人跟他说 要去泡温泉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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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